部分大概是在昨天其實會議結束之後 我們就大概有發生這個問題 因為第一天會議結束之後 到第二天會有一些重整報告出來 重整報告出來之後我們發現 怎麼我們的意見被列入了一些其他意見 我們其實就蠻納悶的 那時候就大概有稍微去詢問一下主辦單位 那麼說大概有五位以上 就是共同來附附和你所提案的內容 譬如說我附和某某某他所提出的內容 這樣才叫做共同意見 所以我們在昨天大概結束之後 我們大概有這個共識 就是希望今天大家可以針對某一些的想法 一起把它列為共同意見 因為我覺得說今天與會的新年代表併佔少數 我們希望說結合大家凝聚大家的力量 讓我們大家這些想法跟這些意見 都可以把它列為是這次會議的共同意見 對那至於說會議的內容 這些意見的內容其實是在今天早上 大概剛九點多十點多 九點十點內容我們才開始在擬 所以剛剛是藉由網路的這個平台 大家互相去整理會整出來這些意見跟這些想法 對 其實我們覺得共同意見這部分 它的產生方式是有問題的 因為我們很早 我們在昨天的時候知道 多數意見是由五人 五人共同提出或共同附意的方式 來得到這個多數意見 但是我們從來都不知道 共同意見得到那個產生的流程到底是什麼 那馬總統提出說 禁速通過福茂是所謂的共同意見 其實我們非常質疑這一點 因為我們大家 目前我們看來我們現在 每個人個別發表意見都是希望能夠審慎評估 然後監督所謂的那個福茂 對 其實針對剛剛你說提出來這個問題 我覺得馬總統剛剛回應的 對 禁速通過福茂 但是大家我覺得說 他把它列為共同意見是我們覺得蠻吊詭的 或許在場 我相信宇會的青年 並沒有說禁速通過了這個事情 是我們可以贊成來做這件事情 但是咧 他一定要有他的一個審查機制 跟他的一個評估機制在 對 所以還是有其實是有淡輸的 而不是像馬總統講說 喔 禁速通過 就這樣就帶過了 對 這個是我的想法 我認為福茂跟禍貌 他就是 他不論他是好或壞 那我希望 他能夠就是審慎評估 我覺得還是重點 就是 就是他剛剛說就是 這是個共同意見 我覺得是蠻奇怪 那我希望是 就不論是快速通過 還是就是 就是 就是評估後 就是 怎麼講 不論是禁速通過 還是就是 照程序通過 我希望他能夠審慎評估 我覺得才是重點 就是 禁速通過其實並不是一個共同意見 這一次的這個會議啊 在對於網路 網路參與的部分 其實還是不足的 就是很多人對於政府 目前還是不信任 那我們覺得就是 它竟然有一個體制內的範圍 那再怎麼說 我們也需要進來 然後做政府做第一次的 一種接觸溝通 那就是讓他們去了解到 我們的想法是什麼 那我覺得我也需要去鼓勵說 更多的網路上的民眾 或網路上的朋友 一起 一起來參與 這樣的一個會議形式 就是 或許我們的聲音比較小 但是我想集中起來 那個力量會比較大 對 我個人是 我有認識 政務委員 然後他推薦我來這邊 因為他知道我想表達一些事情 對 對 那不同的意義 我們主要是因為在 上禮拜 在一部青年所辦的一個 世界咖啡館 我咖啡的一個金棒果實會議 我們是在那邊被推出的一個代表 大概是這樣 是 目前有沒有其他意見 希望說對網友表達 其實我覺得說 不管是任何語彙 我覺得以青年人們的意見就是 希望是公開透明的 跟民眾們溝通 我覺得這個是重要的 這個也是我們這一次 我覺得是我個人在這一次 所想要去訴求的這個部分 那其實這三天我們也都盡量去表達我們的生年人 那就像我剛剛發言的 這個是我們的努力 如果還是讓他付諸於流水 那我們不知道我們還可以持續多久 對 以上